今天呢,教大家做一道炖鸡豚 这道菜要是做好了,全家人都爱吃 平时爱吃鸡的哪个部位都可以买一点 鸡豚啊,肉比较厚,一定要改一下刀 这个鸡翅也要改一下刀 凉水下锅,来一点去腥的料酒 煮出血沫后,用凉水多冲洗几遍,冲洗干净 炒糖色呀,咱们不要着急 小火慢炒,放上几块冰糖 小火慢慢加热,给它敲碎后 慢慢变质金黄色 最后呢,咱们变制枣红色 加入开水,加水呀,一定要加开水 一次性把水加到位 再放入咱们提前炒好的鸡肉 加入适量的生抽,老抽调色 再来半烧干黄酱 没有干黄酱的,可以拿黄豆酱代替 半烧蚝油,适量的盐,鸡精,冰糖,葱姜,辣椒 最主要的,咱们得放一个饱料包 里边的配方,我会打在屏幕下方 然后呢,撇去浮沫 扣上锅盖,炖上30分钟 家人们,如果这道菜呀,能绑着到大家 千万别忘了给兄弟点个小火星 不然你刷刷着呀,就会找不到我了 马上改过年了呀 我主页分享了好几百道美食 可以反看一下